这期视频主要讲的是 怎么来把自己的照片 和这个你想要target的照片 最多可以五张 blend together 最后我会总结一下 我使用下来的三个tips 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超级喜欢这种 看看他这个prompt下面写的什么 full body shot 我觉得这个就是1比1的ratio 这种而且有点电影气氛感的 还有外星的那种space astronauts preparation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颜色 特别是这个特别像电影感颜色的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 跟我是一样有这种 sci-fi fantasy的同学 请在下面comment ISO100 kodachrome应该是fujifil 我不是fujifil 只是kodachrome 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颜色 我决定把这个和自己的照片 blend起来 我这是之前blend的这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 blend的出来这个 是非常奇怪的 突然我给大家show一下 看这个orignal 我看这个inmate prompt 是从这里一直一直 我是用这三张图片来generate出来 中间这个是我自己 这个是我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电影感的 这个也是点一下 也可以找到它原来的基因 这个也是我是用自己的照片 一二三四的拇指收起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 罕见的 可以generate出来 很正常的手型 庆祝一下 然后blend的出来 因为我觉得之前那几张号 可以给大家 之前这几张号 它就是background 就是特别超 超杂 就是这样的事的background 我就觉得 如果要都是这个orange 这个background 就好了 好 所以我就是 在那个要focus的点 就是强调一下 这一定要是一个clean的 背景图 不要这些烂糟的东西 然后我的prong 我觉得这个一比一的 我觉得还ok了 然后我就是觉得 这个background很糟杂 我就把它们三个照片放上了 其实你要不需要什么的 其他东西 就是放发送照片 取三个 复制链接 比如说像我这种 散的出来 你就是生成的 右键点击它 复制链接 倒数第二个 点这个复制链接 就会出现这种 复制一下 给大家demo一下 就会出现这种link 然后你给它发送出去的话 它一会儿就会变成 你在复制链接的时候 它一会儿就会 把这个链接自动 所以每次不用复制 复制一个就行 就是或者是 一般都是png结尾的 最后它这个榜站 就会给它自动缩略成 自动缩略成这个 S什么 然后开头的就行 反正大概就意思 就是这三张 刚才我也给大家收过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 background变成这个样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 clean background 然后加的权重 就是orange 我要一样凸显出来 然后后面的都是它 因为我设的 setting里设的 就是v5的 然后默认设置是 Q2 S750 如果不知道这个Q2 和S750 可以去我频道里 搜一下那个 之前有两个美女照片 放在对比一起 V4和V5的那个视频 我会insert一个card在这 里边会讲这个 weight是 这个Q是什么意思 S对比下来是什么感觉 不一样的 S值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出来以后呢 就是所见即所得 我觉得好有意思 大家可以试试 其他的水果 有没有什么自己 特别想吃的水果 就往上放 比如说 下一个我想 我想去尝试一下 那个blueberry 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那颜色 你觉得吗 我觉得 1 2 3 4 第四张 好有意思 有没有大几个服务上来 不过那个 你们会更喜欢哪一张 我觉得第二张 这个设计的 好炫酷 有一点 就是这个水 披在一脸上 就是这个人的脸 有点奇怪的样子 但是它那个橘子褂 还飘 飘半截 有一点像那个 在泡澡 泡澡的感觉 然后被一个巨大的雨点 给砸下来 砸在了头上的一个刻鞋 挺有意思 但是这个model的 那个面部表情 这个我不太喜欢 我们可以再 一会我再试一试吧 怕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觉得这个 粘入出来太有意思 我再再多试 然后这个可以 大家用那个 这里再给 就算一个tips吧 平常我都用这个网站 来upscaling 叫replica 是在github上的 我给大家售一下 这个 有这个放大 就是 清晰化 或者是加大化 把它提升 一个画质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是 又方便又快 又不占我电脑内存的 一个办法 8的话 我昨天试了一下 一个正常的 没真理 正常出来 一个png 可能就是1.92 的mb的一个程度 如果放8的话 这一下生长 就超清晰 已经到了44mb了 就是有点 很夸张的感觉 所以 一般放45 也就是十几mb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 如果44mb那种 我觉得是可以 拿到其他网站上 去卖图那种 效果的 应该是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什么途径 去真正的 修售出一笔图 转着一笔图向前 有没有小伙伴 其他小伙伴 有这个 common below 看到这儿的同学们 在这个视频里 有任何维度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的任何一个动作 或者是like 或者什么的 都是对我原创的 最大的支持 谢谢 像从哪里找到 像这样的灵感的照片 你想要什么样的 这个我好像是搜 关键字 对应该是如因扣的 或者是幻虫 就是这种 就在 你的执尔尼 这个 explorer 这个地方 输入关键字 比如说 photo shoot 你就可以到处点这个 find more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有这个关键字 underline的 关键字 coda 或者是你想找这个颜色的东西 link 或者是有这个neon的 anyway 就是在这个explorer 左边这边去找你的灵感 找到以后 比如说这一张照片 找到以后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有其他的相关照片 这个是直接点过去照片 它有相关的底下联想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lighting 我喜欢 或者是这个 这个球好圆 我喜欢 然后就去 把这个save起来 然后这就变成一个照片了 save起来的png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发到 这块 然后和你自己的图片 放上链接 两个链接 加在一起即可 对 就是这样 刚才讲完零版那块 然后现在是总结一下吧 用个小本文 总结出来 就是第一个 刚才已经说过了 可以upscaling的website 这个是免费的 而且是 速度相对比较快的 第二个是 一定会应用这个 加权重这个 点点 我给大家找到那块 我橘子皮那块 像这个 又粘得出来 这几个 一会儿我一定要用蓝莓 试一试 然后可以把那个结果 post在short里 这个orange2 就是两个 冒号冒号 加一个2 如果是特别 如果你有其他的水果 其他的东西加进来 也是想让它占权重的话 它可以区分一下 比如说冒号 三个冒号 然后三 就给它一个指数 然后你就感受一下 应该是三的是更有 更重 三当然是比二更重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一个 然后第三个是 blend灵感 刚才已经说过了 在那个explorer里面 找到自己想要的照片 第四个 bonus 这个是刚刚我在这个 如果你要想在图片里 再加入点texture 有的同学不太像我这种 喜欢做人像的 我一般还是偏向于做人像的 然后这块 如果是想做专业 就是背景图片 或者是什么的 你可以在这个免费的 这个stock website 然后叫pixels 就找到相应的texture 然后结合里面 想要的东西 然后再揉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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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几张图片加在一起 那是五张套可以试一试 给它揉搓进去一起 如果有texture呢 就不建议家人了 可能出来会有很奇怪的感觉 Anyway 喜欢这视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